新闻我是黄又贤 先为开始那里来看到的 这是五股交流道长期以来交通涌舍的问题 渴望获得改善了 因为在议员寿民中邀请了有关单位 来到现场会开了好多次 他也提议最好在这个地方 能够增设上下闸道的计划 就是希望能够将这条路段 长期来塞车的交通现象赶快给处理好 五股交流道的交通瓶颈 长期以来一直令地方相当头痛 每每到了上下班巅峰时间 周遭车流就出现拥塞线上 始终无法获得改善 为此事议员宋民中针对这个问题 多次要求相关单位到场会开 希望能有效的解决这条路段的塞车问题 感谢新北市政府 非常的认同说 整个五股交流道的塞车问题非常严重 能够在我们泰林路 在黎明公司团两侧 能够增设一个上下 在南北的一个交叉闸道路口 能够出路让整个疏解 整个五股交流道塞车的一个情况 事议员宋民中近几年 不断的来回高速公路 五股路段周遭 同时不停的与高工局探讨协商 终于排除各种困难性 在大科路与自强路 擬出增设 上下交流道可行性路段 宋民之前担任过地方的一个乡长 非常清楚 所以基于这几个方案的部分 我们会再做一个深入这几个部分 大概都蛮可行的 我们都会纳入我们整个计划 来做一个处理 也希望说这个南下还有北上的出口 增设完成的话 可以有效的改善 我们五股交流道 用筛的一个车流 那我们现在规划完成的时候 我们请高工局 我们吴宁申立委 还有李红军立委来协助帮忙 能够让整个泰山的新增的一个交流道 能够来新建完成 疏解五股交流道的一个塞车问题 经过高工局及交通局人员 在现场会看后 都认为可行性相当高 立委吴宁申服务处表示 将会全力支持并协助增色上下招道 以及能早日通过这项计划 有效的改善五股交流道 长期的拥肃问题 永较乐记者泰山采访报道